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,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文章强调,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 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 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,也是立党立国、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,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,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 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发展 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文章指出,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、开创性的工作 新时代十年,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 不断推进党的建设、理论创新、实践创新、制度创新 在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积累了丰富成果 文章指出,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含丰富、功能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 健全这个体系需要坚持制度制党、依规制党 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、联动集成、协同协调 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 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、系统的观念、辩证的思维、管党、治党、建设党 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、对象上全覆盖、责任上全链条、制度上全贯通 文章强调,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全党的共同责任 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把权的要求、严的基调、制的理念 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 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、把握规律性、赋予创造性 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政治、思想、组织保证